翠花和孩子们今天总算有了口福,老公偏来利用放羊的闲暇时间,在河道里下了几个鱼篓,虽说没捉到鱼,却捉来不少这种冷水瓦,满满一兜子看起来少说也有两三斤。 翠花蹲在地上拿着个镰刀,将蛙肉划开清理干净,清理好的蛙肉穿在小竹竿上,这样架在炉火上就可以存放很长时间。 秋季是个丰收的季节,不但恰逢玉米成熟收获,就连河沟里山林间也到处都是小动物们的身影,随随便便一会儿就能捉上几十只,听父亲讲他们小时候也会捉来吃。 当时田间低头到处都是这种小东西的身影,但是现在随着化肥和农药的普及,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 翠花因为刚才正在磨面,所以浑身上下到处都沾着面粉,身上的衣服也是黑里透着白,整个人看起来也是五颜六色。 穿好的挖肉悬挂在炉火上方,利用烟熏火疗可以保存上很长的时间。 接着翠花又端出一盆青菜,依旧用镰刀切碎准备炒着吃,这种野菜看起来有点像马尔菜,叶子娇小肥嫩水铃,窃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脆爽的声音。 尼泊尼的大山里真是雾化天保人节地灵,不但有吃不完的野味,就连野菜野果也是触手可及,这也是翠花家里为什么不种蔬菜的原因。 他们这里一年四季温差不大,冬天也不至于太过寒冷,湿润的气候滋润了万物,也养成了他们依靠大自然的习性。 蔬菜切好后,炉火上的米饭此时也煮得恰到好处。 翠花憋住气伸出双手,忍受着炉火的温度,将米饭锅从火上断了下来。 菜锅中还有不少昨天的剩菜,翠花先将剩菜全部舀出来。 接着再次驾到炉火上,准备炒菜。 锅烧热后倒入少许食用油,油的用量比平时明显多了不少。 看来翠花家的日子和生活水平确实比以前好了不少,只是她的个人卫生依然需要加强。 也可能他们一天比较忙碌,没有时间注意这些细节吧。 而且村里人家家户户也都大同小异,彼此也都见怪不怪,舒适无睹。 再说,庄家人每天和泥土打交道,土里刨石衣服难免会沾上尘土。 这种柴火灶火力绵软,油烧热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 油热后,撒上一把小灰香爆出香味。 接着捏上一把咖喱粉撒进锅中给食物提色增香。 切好的野菜用手抓着一把一把放进去。 你不让人做饭,顿顿都离不了咖喱粉。 不管是做肉还是做菜咖喱都是必不可少。 咖喱也是最重要的一味调味料。 咱们主页的橱窗里就有咖喱粉咖喱块。 你平时在家可以做个咖喱牛肉咖喱鸡块,味道确实好吃的不得了。 脆花先将野菜大火煸炒几下,再抓上一把粗盐顺手丢进锅中。 脆花家平时做菜一般都是使用粗盐。 粗盐的价格要比细盐便宜上一大半。 对于脆花来说,省下的就是赚到的。 会过日子的女人在方方面面都要做到精打细算。 将昨天的剩菜再次回锅和新的野菜一起煸炒。 刚做来的蛙肉我原以为会和野菜一起炖煮。 没想到今天脆花没舍得吃肉。 而是做了一锅速炒野菜用来配饭。 煮好的米饭配上两大勺这种野菜。 老公偏来首当其冲。 咬上一口辣椒,抓上一把野菜配米饭。 大口朵一起来。 孩子们面对这么寡淡的食物,显得也是兴致不高。 用手捏上一根野菜放进嘴中尝试咀嚼。 觉得实在有些太过清淡。 要是能够跟刚才的蛙肉一块煮。 味道想必能好吃不少。 小女儿一直搂着脆花的腿撒娇耍饱想要吃奶。 脆花也实在无奈。 只能将其抱在怀里给她吸上两口。 眼见小女儿已经三四岁, 却还被当作小婴儿一样宠爱。 主要是在于下面没有更小的孩子。 要是脆花再给生个老六的话。 小女儿也将地位不保。 没有多么丰沛的食物。 简简单单的饭菜也恰如她们简简单单的生活。 她们这里交通不便。 一切日常物资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。 最大可能的利用着大自然赋予她们的一切。 过着与世无争原汁原味的简单生活。 如果你有幸来脆花家里做客的话, 记得让她给你煮上一锅这样的野菜野草。 体验一下最真实最朴素的原始味道。 或许你会喜欢上也说不定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